到這個講問時間 第一個就是這個消費券的問題 去年這個財政預算案 推出了電子消費券之後 大鑊好評 加上今年經濟比較疲弱 以及疫情的影響 甚至有些論者說 第五波疫情的爆發 其實明顯是政府流動所致 是否應該補償市民 要求派消費券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也表示 其實近月已經有很多人提出 會否是繼續派消費券 但也有些人說 涉及金額龐大 將公共資源針對性運用地更好 甚至有些人提出不派消費券 但可否退稅退差響等等 也有些人說退稅退差響 只是為及收入比較高 有資產的一群 造成另類的不平衡 你退稅退差響 即是有事做的人才能退到 是啊 即是失業那些 或者是失落太低都沒辦法 因為現在好像退稅額已經達到13萬 即是說月入一萬的市民 應該就沒有這個受惠 財政司司長指出 任何的輸品措施 一旦力求精準 聚焦便容易被說 這個差別對待引起反彈 但如果普及的話 亦都會被視為 對弱勢群體的關埋不足 所以對於他來說 當然實在太極 爭取一下 教理想教平衡的效果比較好 對於這個派不派卷呢 他表示 其實本港經濟目前出口表現強勁 疫情亦都大致穩定受控 內需動力持續恢復 所以你說 是不是很需要去派消費卷呢 他暫時覺得未必 他指出本港政府也需要 有一個比較龐大的財政金額 從而去應對這個金融市場上的衝擊 所以也不會太想花錢 情況就是這樣 陳茂波是一個很保守的財政司司長 他基本上我實在說 他只是看著一本貨幣 看著一本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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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幫你搜貨幣 他搜貨幣 但是他搜貨幣 他搜貨幣 之前他派消費卷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面對他重手不及 第二個就是因為 他想選行政長官 做好人 現在他選行政長官的機會 是接人零的了 你要做行政報告 你難道做了一半 你扔下給別人做 你要辭職 如果要辭職 應該在這個月就辭職了 不是 他辭職是中央政府派的 所以他現在不辭職 曾俊華是3月17日 3月19日選 曾俊華是9月就辭職了 辭職是無厘頭的 然後之後 明世不好 他也是強行選 所以他現在不會再說 也有可能 甚至是 如果這樣說 因為 他這個我們有說過 不是很大作用 或者什麼 但問題就是 他的作用就是 如果派消費卷 那些 你會穩住了 零售界和飲食界的票 那裡有三十幾票 你會穩住那三十幾票 那就是飲食界的零售界 就很受賞 那你說的是 你 雖然你一千五百票 一千四百幾票 你三十幾票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但是你不用半 所以那件事是很有利 但是現在不是 陳茉波當然是 拿正來做 甚至是跟林鄭搗蛋 那情況就是這樣 因為 我相信他也不會太喜歡林鄭 作為良分之一 那當然 那他其中 陳司長的一個說法就是 那本身呢 政府的財政的赤字 就大概 去到一千八百億左右 但是呢 受惠於經濟復甦 加上市場對樓價前景偏向正面 賣地收入和發展商保地價 金額高於預期 加上這個樓市和股市交投的暢黃 令到這個物業和股票印花稅收入 比預期理想 所以這些收入就換化 甚至是舒緩了今年的財政壓力 換言之 就是高地價政策 對於政府來說 都仍然是 好處多於壞處 而令到他對於密地的動力就會下降呢 哦 那當然 因為 他不是對於政府 其實對於社會政府 對於社會來說是壞事 但是對於林鄭 其實是好事 因為你發現林鄭和地產商 她和地產商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好的 你看到他這幾年 所以對於他的連任 因為現在大家最重要是搞選情 是大有好處的 所以高地價政策 當然是對他來說是非常有利的方法 的做法 即是 以不變而萬變 如果是推翻了的話 地產商也還有百多票 那你就糟糕了 那就是 大家現在目前來說 就似乎 就是理論與現實 就似乎有些距離了 那就是 據這個 司長的說法 應該是 股市暢旺 樓價暢旺 人人欣欣向榮 但是也有些人就說 現在 基本上 又等於失業 即是民不聊生 那就是似乎大家 生活在平衡時空之下 那在平衡時空之下 但是打工仔 當然是希望拿下錢 但是也出現了一些 就是公司 是不是涉嫌出意反應的情況 那這個就是 這個 巴士 那就是 香港專型巴士兼職從業工會 召開記者會 批評 新巴和成巴沒有公司 就沒有理行承諾 就向兼職員工 就發放四千元的獎金 那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以前 就是 上個月的時候 公司就說 通稿就說 向全體員工發放 一筆獲四千獎金 那應該是包含全職和兼職的 以搭借這個員工 過去疫情期間的貢獻 但是呢 最終呢 就改清掌金指示 由於全職員工 所以就引起工會的批評 就是說 有四百名的員工 因為這樣 就未符合資格獲取掌金 那所以呢 就 可以說是 極度憤慨 那就是 也都 向資方提出了這個要求 那就是 如果你不能確守承諾的話 那可能就要求勞工處介入 我不知它的承諾是甚麼承諾 即是是怎樣的承諾 即是用甚麼方式的承諾 那承諾是否有法律效力 那這個最重要 那但是就 那為什麼會違法承諾呢 因為新巴還是承巴 都是一些大公司 新巴以前都是新世界的 但現在不知道是誰 那所以就 那所以就 我相信是管理層 通常這些情況就是管理層就答應了 那但是再更上層 那為什麼是兼職呢 那兼職 那兼職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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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千元一個月 你給他4千元 那兼職也是 那兼職1萬8千元一個月 你給他4千元 中間很大分別 那就是會牽涉到一個不公道 那所以 那兼職來說 它的比率是多一點的 所以整件事是有些 有些 那個叫做 思慮不周 就是如果給我的話 我都會 我都會這樣想 對嗎 你現在台幣有4千元 不台幣有500元 就是 分別是在這裏 那所以 會造成一個 造成一個不公平的 那但是 思慮不周呢 有些 因為 據這個業界所說 其實現在駕巴士 很多時候都是 劍值 很多於全職 因為全職 人工始終都是偏低 而且 加上公事比較長 大家就更加樂於去做兼職 所以兼職員工 應該是多於全職員工 不知道是不是 新巴成巴只有這個狀況 最少九巴 這個狀況 應該都是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就更加了 哈哈哈哈 那400個員工 每人4千元 計算是160萬而已 你沒有做生意的 每一毫市都省了 你做遊戲 你都知道的 每一毫市都省了 是的 即是 你現在做 中國人做生意 很多時候 每一毫市都計算 每一毫市都計算 你盡 否則很難做 所以你見到中國人 你會發現 中國人做生意 是殺了全世界 其實就是這樣 中國人最能夠把成本減到最低 這個是一個 鬼佬比較能夠賺 比較開放一點 即是說成本沒有那麼欺負 但問題就是 你為什麼鬼佬會這樣 我講一下 因為他們很外向型 中國人說 沒有錢 不如搶你 所以 真的有一個外向型 製作侵略式 所以他們 是比較 功成略地 是比較好 但是中國就比較穩固 他減成本 總而言之 所以他的烏承河比较好 如何说好呢? 因为剪成本的关系 似乎这四百名员工冻过水 当然冻过水的河子是这四百名员工 他不是放心 有人比你坏,不是叫做放心 香港是善于这个鱼蛋论 船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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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港府宣布取消全港的年宵花市 令到当返的叫苦连天 甚至包括了花龙 因为在旺角的花龙批发市场 第二年被连续杀停 令一班传统的农民血本无归 甚至被迷人知晓 花龙说去年已经没有了棺材本 想着今年可以尽地一步重新 谁知道最后都是幻想幻灭 由于疫情为由 全港十五个年宵取消已有人知 但第十六个花虚 即旺角的花市取消已有人知 业界估计每一个农民的损失 可能已上到六位数 我相信是很难解决的 因为在疫情之下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们是何神是受害者 我昨天去光顾吃饭买外卖 那些外卖的人都会哭 即是在餐厅哭五口 在疫情之下每一个人都受害者 但老龙做得很差 因为他们一年一次 即是你变成这样就没有了 那情况就很差 我觉得他们卖的那些应该是桃花 可能大家就算没有了年宵 大家都买一些桃花 即是没有了年宵 大家都买一枝桃花去 大家帮助一下 即是政府应该会做一些 就算不是年宵 做一些东西去补救 做一些东西去补救 因为你都可以推荐 没有年宵市场 你都是推荐买桃花 不是没有年宵市场就不去买 对不对 我觉得做一些推荐 当然了 亦都有人问 问题其实出自于港府 种农兴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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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被一万几千 打发了人 即是是不是这一万几千 抗亚基金可以养到 个个长命不须呢 他做农兴商 我有朋友就是农业界的 他都在这里 他跟我说了一些关于农业的问题 或者农业的问题 就是 现在不是将 现在鱼龙交六十票 所以 鱼龙界 他们是 他都在说 应该不知道 为什么会受到忽视呢 那么几届 我们当然 没有可能 是再复兼 好像以前那样做 鱼港英制 但问题 其实香港也还有很多 方法 去推荐鱼龙业 因为至少我们要吃的嘛 嗯 我们鱼龙 可能有些交易 那些都要做的嘛 而且还有一些 比较很高增值的 一些鱼龙业 我们都可以 能够 去做到的 那么香港其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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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一些 就是 就是 我这么说 农业 是需要 upgrade 他们本身 渔农界本身 也有些不思进取 嗯 你还靠这些 卖花 靠这些东西 你不去upgrade自己 就是你没有自己 没有国际生产力 只想要 航水溫潭 那就是不行 就是 做一些upgrade 做一些高增值的 是做到的 嗯 那高增值的 当然就要 但是 不知道 他们的人手如何 因为呢 他据报呢 现在那些 农业界的人手呢 就 应该年纪偏大 那就是 也都 缺乏 就是缺乏这个 生血 但是当然 缺乏生血 对于香港来说都不是新鲜事 很多一行也都缺乏生血 那当中 包括这个安努业界 那就是缺人 甚至呢 就是要出不同的招数 去吸纳生血 那对此 这个状况 劳工处 就是劳工处处长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 希望呢 就 要 就是 動员一些 本地的潜在人口 例如去休人士 家庭主婦 投身到这个安努业界 去做 打算引入这个弹性工作时间 加入市场 那就是 增加了这个 安努业界的人手 但是 他都说了 就是基本上 这些工组没有人做 所以所以要请外奴 那就是 本地的护理员 可不可以转行呢 那其实已经是香港的潜在问题 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就是 就是 那个 情况 到现在 都是没有一个 就是 进步的空间 那就 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了 其实 护理员本身是比较辛苦的 而且是比较 如果不用外奴 其实真的 真的 真的不太有办法 否则很贵 畢竟一个人养老的时候 你 是需要 那个人没有生产力 吃老本 所以 如果你不去 降低成本 你又没有办法 那当然 我觉得 香港养老问题 其中一个 就是 刚才我讲的老人问题 就是土地不足 很多时候 你不够 老人家真的没有地方住 你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 你有 不要说 有安务社 你五百尺住 六个人 你都放了一个人去安务院 你会比较 住得舒服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香港 那件事是急不容缓 这也是 那些 又是 那些 香港 土地研究社 那些 他们的计算 永远都是 四百尺一间公屋 一间公屋 住四个人 然后 我们 用多少地 就可以解决香港居住问题 那些 他们永远不打算 吃好些 住好些 那些 土地研究社 就明白 他们的方法很简单 四百尺一间公屋 大家不用住 不需要道路 不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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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把那些 土地研究社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垃圾 全部都是大家 那些人 就教出了 民主党 公民党 社民联 人民力 那些垃圾 通常 所以就搞到香港 然后香港的政府 都听了 因为林郑月娥 都是 民主党底 那他们就是 整把垃圾 不需要的 那些人 搞到现在 其实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地方住 如果大家的房子 大了 大一点的话 其实我相信 老外问题 可以解决一半 不是解决一半 我相信 有很多地方 都是因为居住问题 而不是 是因为房屋问题 土地问题 而不是因为 他需要有人照顾 如果我有足够的土地 有足够的土地 可能我们自己 帮忙照顾一下 或者什么 可能成本更低 因为安老院 其实很贵 是不是 我找个人 来帮忙 帮忙监部助理 或者找人照顾一下 或者请我奔会 那其实 你 你计算吧 安老院 有些人费 我请到奔会 还可以做其他 所以很多时候 会是这样的问题 港府也有一个计划 就是 尽量将老年人口 或者退休人士 转移到内地 亦都在中环 开了广东计划 和福建计划 即使帮忙上去 都仍然享受本公的福利 从而令到他们 可以有誘因 令到他们上去 那这个方法 目前来说 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不是未来 一个可行的方向之一 我认为 是可行的 但我认为 安老院社 应该就是 其实应该是 要有一些 好像香港 现在那些 困在一间屋里 人都瘋 你比我住都瘋 干老院社 最少要有一些 很空间的地方 可以下街逛逛逛 有一些可以逛逛的公共 最少可能要有一个平台 可以让他们舒服 那些需要 但大家是 完全没有想过 是没有想过 这些问题 我认为 提出过 都很好的 就是 就是 用一些学校去做 用一些学校去做 安老院 香港很多废气 学校 现在安老院本身的设计 都是非常不人道 我觉得安老院旁边 应该有些 类似幼稚园 让他们看看小孩 都会开心一点 现在安老院本身 就是非常不人道 混在他们 然后等死 那些 我觉得 或者退休 就是我不明白 那些人为什么会做退休 我觉得本身退休 就已经是一件 很 很不人道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 就是 可能香港人 很多 很多 就 这些就好像 长毛的梁国雄 那些 就好像我舅父也是这样的人 那他们其实就是 一世人都没有做事 都是废人 所以就觉得 一个人 就好像他们一世做废人 就很开心 但是其实一个人 最许是老人家 我觉得 都要服务社会 工作下 努力努动下 不要做一个社会上的废人 那也是一个很重要 不要觉得退休 就是做一个废人 你可能要做一些义工 或者做一些什么 但是搞社福的 都是废人多 所以他们自己觉得 如果我既然这么废人 我希望那些老人家 都好像这么废人 如果我希望 我希望 我有贡献的 我是做到死那一天 就是做到不能再做那一天 就算不是的话 可能有少少东西 有少少东西 帮人 有少少东西 或者可能 就算不是卓孙 或者之类 你都是一些 贡献了整个社会 或者贡献了什么 如果不是 你的人生 和死无分别 我觉得 那件事 反而是好悲 反而我觉得安努 很多人就觉得 不是啦 那你安努 大家不用做 放在家 那些就很爽 我并不觉得是这样 我心目中的安努 和他们的废人 心目中的安努 是两回事 当然啦 即使是这样 人口老化 对于香港来说 现在是一个重大议题 不能避免 那对于如何使用这批 干退休人士 或者如何做好这个护佬 相信都是未来二三十年 港府的最大开支 但是暂时来说 港府仍然处于一个 比较保守 探索之间的阶段 对于这个安努政策 在数学上解不通 现在既然三司十五局 做出来了 福利政策 交给努复局去处理 那就看看 未来政府 会不会有更加好 或者更加完善的方案 看出来 今天港民暂时到这里 好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请您交代一下 spare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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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